大家好,我是董振榮 那我這邊要來介紹呢 轉授權的種類 那基本上轉授權分成三種 那我們呢 逐步來介紹 第一種是最弱的 然後我們再介紹到最強的 也是授權更多的 那第一種授權方式是呢 基本轉授權 Basic Resale Right 他的縮寫呢是BRR或者是RR 比較常見的是RR這個縮寫 那基本上呢在這種狀況呢 就是呢 作者呢他授權啊 你在購買此項產品之後 你有權利去銷售這項產品 而且你賣出去的利潤啊 你全部都能夠保有 你無需支付原作者啊任何佣金 那例如說在書店裡頭啊 賣的書 通常作者會收到10%的版稅 那但是在基本轉授權裡頭呢 你幫作者下去賣那些產品 基本上作者是收不到任何利潤 所有利潤有你 有你 有你 所有 但是啊 通常他會有一些限制 例如說你 絕對不能夠更改這個作品的 裡頭的任何內容 你也不能把作者名稱改成是你自己的 然後呢 通常就是說這個作者呢 以什麼樣形式的檔案給你 就是要原封不動的把這個產品給賣出去 好 那 第二種呢 是 所謂的特級轉授權 Mastery Sell Right 它有縮寫是 NRR 那 在這種狀況之下呢 基本上就是說 你除了擁有基本轉授權之外 你還能夠去銷售別人 這項產品的基本轉授權 也就是說你多了這項權利 換句話說就是呢 作者授權給你 在購買這個產品之後 你有權利去銷售這項產品 而且保有所有的利潤 你也不需要付作者任何錢 而且你也還是一樣 不能更改裡頭的任何內容 但是呢 你可以賣給別人 這項產品的基本轉授權 舉例來講 例如說 我有特級轉授權 那我可以賣給小明 基本轉授權 換句話說 小明買了這項產品之後 他可以再去賣給其他人 但是在基本轉授權裡頭 就沒有這項權利 你賣給 例如說 我只有基本轉授權 賣給小明 但是小明就不能拿去再賣給別人了 他只能自己念 他只能自己使用 這項產品 好 那第三種呢 也就是最強的一種 就是 私有商標權 Provy Level Right 那 在網路上呢 對這個Provy Level Right 有很多翻譯 基本上我都覺得 不是那麼恰當 最恰當的翻譯方法 應該是私有商標 那 這個的意思啊 是說 你呢 把對方的商標 基本上就買過來 你可以改成你自己的 那這個 這個的縮寫是PLR 也就是說呢 你可以把作者當成你自己 你可以改 你也可以改產品內容 的 就是所有的內容 然後呢 也包含你可以 把產品名稱都改掉 換句話說啊 你可以拿來幾乎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 幾乎 那舉例來說呢 你可以拿去送給別人 然後或者是你可以拿裡頭幾個章節裡頭文章 把它放在網路上 嗯 PO文 當成你自己的文章 那 再來就是說 呃 有時候啊 就是 呃 這個作者啊 他有時候還是會加上一些些限制 例如說有時候這個作者會加上 你不能銷售私有商標權給他了 換句話說 你不能賣給小明 然後呢 那小明也有這個產品的私有商標權 基本上這個是為了要保障你 以及呢 呃 不希望說 呃 同樣的產品有 太多人 呃 都擁有 然後 結果 這樣子這產品的價值很快就會 就會被貶低掉 就會降低 好 所以 基本上呢 這是這三種轉售權的種類 那 實際上呢 在我們後面啊 我們會舉一些實例給你聽 然後呢 然後 而且實際上還有更多的一些細節 那基本上呢 就是 這三種 那至於這三種你要怎麼獲利啊 我們後面都會彈更多 好